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第四大段 千极推胜 这有三个小段 第一个 善男子无为之词 蒲言发门 这一句是 这个亥云比丘啊 谦虚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 应当要学习的谦虚 对别人尊敬 五十三残 每一段的幕后 都有这段经文 它不断地重复 重复了几十遍 那用一句很深的 加深我们的印象 提高我们的警觉 实实在在讲 我们无论是在事法或法 学习过程当中 最大的毛病 就是供高莫慢 不知道情绪 不知道尊敬别人 所以无论在学业 道业 难得有长进 周一 牵挂里头 六十四挂 唯一的夜挂 只有吉没有凶 这挂牵挂了 牵受遗言 事出事乏了 都不例外 我们修行 想有个结果 这个结果不外乎三方面 第一个 断悟修善 第二个 破壁开悟 第三个 转返成 能不能成就呢 都在清静 你能够学会 谦虚 恭敬 你都能够得到 你要不知道 谦虚 不知道尊敬别人 无论你怎么精进 你怎么用功 你怎样苦学 你都不能成就 什么原因 业障 仗住你 这个业障 就是傲慢 就是自尊 自尊 自大 自以为是 所以这样的经文 要不动不断 重复几十遍 加深你的印象 这个《华严经》五十三才念完了 别的记不得 这一句记得 那你就很得手用了 所以这样的文字 我们要重视 决定不能够 含糊笼统看苦 那我们就错了 海云比丘 在此地是谦虚 告诉善才童子 善男子就是 教者善才童子 我为之 我只知道 无量无边的法门 我只知道这个法门 这个第二段讲 鲁住菩萨摩河沙 他们懂得多 我比不上他了 这下面一说 就说了十条 而我云活 能知能说 彼宜功德性 他们那些真实功德 我不知 我也没有办法 来称赞 称赞不完的 这是尊敬别人 那我们想想 现在我们佛门的现象 都是自己是敌 别人都不如 人家一向你来请教 这个事情问我就好了 后面问他 轻视别人 轻视别人 发门就是这么帅的 古大德教导我们 若要佛法心 我们都希望佛法在这个世界 兴旺 怎么才能兴旺呢 除非生战胜 那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 自己谦虚 自己谦虚 赞叹别人 每一个出家人 每一个居士都学会到 自己谦虚 赞叹别人 佛法就行了 如果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 佛法就摔了 由此可知 佛法在今天怎么摔的 甚至将来佛法灭掉的 怎么灭掉 我们四众弟子 狂妄自大 悟空一切 瞧不起别人 这样的心态 他是在做灭佛法的工作 即使是出家 佛在经典上也说得很清楚 那是母子母孙 魔王子孙在末法时期 出了家 披上加上了 来消灭佛法 破坏佛教的形象 让社会大众对于佛教产生反感 派斥 这样的心形 古报 当然在阿比迪 由此可知 我们四众同修 我们是兴旺佛法 还是毁灭佛法 都在一念之中 想一想 世尊这句经文 为什么重复这么多语 我们就赢了 这个错误心形 到底在哪里 根实在讲 自私自利 佛法里面常讲的 我执 有我 我总比别人强 别人总不如我 错到极处 世间法 孔老夫子教学 你看李基 利平 一翻开 夫子就说 傲不可掌 这就是肯定 一切众生都有傲慢 你没有傲慢 你不会再六道轮回 你既然再六道 肯定你有贪 称 痴 痴 痴 慢 疑 悟 尽 这六个根本烦恼 决定去做 虽有夫子教 不能再增长了 你要有能力控制住 夫子教人是世间法 没有教人 脱离三界六道 所以傲不能增长 佛法教人 疗生死出三界 傲一定要断掉 傲慢的念头不能有 行为那就更不必说 念头上断了 要学菩萨 菩萨这么谦虚 我们清除明了 五十三位善知识 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 它不是真的菩萨 如来实现的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现什么神 应以比丘神得度 即现比丘神而为说法 这个道理不能不同 诚诚恳恳 真心的赞叹别人 如诸菩萨 摩侯萨 你看 称 称呼 称人 菩萨 大菩萨 摩侯萨 是大菩萨 对待别人是这样的神经 他们这些人 深入一切菩萨行海 随其愿力 皆亲见故 这了不起 这些菩萨 深入 这就是 我入的前 他们入的比我深 海云比丘 海云比丘 已经正得 蒲影发门了 这在前面跟主 介绍过 那哪能不算深入呢 他自己赞叹别人深入 就是说明 我入的没有他们深 谦虚 对人恭敬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随其愿力 借亲近故 了不起 菩萨的红月 是度众生 众生无边 十边度 度众生 一定要跟众生接触 要跟众生往来 你看我们凡夫 跟社会大众一往来 一接触 就被污染了 我们跟人家接触 顺心意地 起了贪爱 被贪心污染了 正当贪心 稍稍不如意 心里就不高兴 被惩惠 污染了 看到别人好 超过我 嫉妒心起来了 看到别人不如我 供高傲慢起来了 瞧不起他了 所以我们六根 借出六成境界 可以说 一切事 一切处 都被污染了 现在的社会 大燃钢 佛在经上说 我们这个社会 是什么社会 无坐卧实 坐就是污染 卧就是大家 齐心都念 都是脏卧义 都是不识善义 现在这个社会 坐卧到了极处了 所以许许多多人 多讲 世界有末日 有灾难 也有同修问我 这个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的 我们也不相信 这些欲言 我们也不听信 谣言 祝佛菩萨 古圣先行 叫我们用智慧观察 这个有道理 那我们仔细观察 现在社会上 一般大众 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们说的是什么 他们做的是什么 仔细观察 他们从思想到行为 都是在拼命追求 不择手段的追求 才设名识税 而佛在经典里面 教给我们 这个武装事情 叫地狱五条根 拼命追求 财色名识税 不择手段的 想得到财色名识税 这是往地狱里的转 怎么样才到地狱里面 当然有财难 天在人后 花报 无间地狱 狗报 所以说老实话 现在的人 连鬼都不如 我们看今天这个现象 冷言旁观 地狱境界 怎么不可怕 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 他了不起 他皆清净 他不染物 这是人家的真实功夫 眼见色 不为色所染 耳闻声 不为声所染 鼻袖香 不为香所染 学长味 不为味所染 乃意之法 不为法所染 这真功夫 这才能活光通晨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 我们借助广大群众 在一起瞬间 逆境 深夜沃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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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时刻刻 警惕自己 不被环境 不被环境 所染 也就是 不受外境的影响 永远保持自己的 清净心 海云比丘说 这一条 我不如他们 那些菩萨 那些菩萨母和 给我高明 第二 深入一切 广大怨海 尽一切节 诸世坚固 这个了不起 发心长远 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 没有耐心 学习 学习 时间稍微长一点 不学了 这个时间这么长 我是无聊的 你怎么能成绩 菩萨大道 聊生死 出三界 我们真正在 经教里头 去观察 去参救 才真正了解 从初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这个当中 不能有一天休息 不能有刹那争断 那么有长远心 怎么行呢 世间修学 所以有学成 这个教学的 这个时间 期限 佛法里都没有期限的 到了成佛了 是不是可以休息 一天两天呢 没有 成佛之后 还要做榜样 给九法界众生看 做得还很逼真 一点都不含糊 由此可知 佛法里头没有休息 佛法里头只有精进 精进是菩萨 唯一以善根 怎么可以放假 怎么可以送谢呢 于是我们明白了 现代人修行 为什么不能成就 进一步 进一步退十步 不是进一步退一步 进一步退一步 你在保持原位 还是不错了 进一步退十步 所以到最后 都退到地狱去了 这谚语里头常讲 地狱门前 生道斗 我 应于这一句话 其来有字 不是无缘无故 随便说的 有原因 事事事事 地狱门前 生道斗 我们要多想想 特别是要反省 要想想自己 第三句 深入一切众生海 随其心形 扑绕一过 这是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 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深入一切众生 心海 换一句话 度众生在外表上 受不到效果 要在众生 欣赏 从前黎炳南老居士 常常祝福我们 我们听的二书 改心 古大德教给我们 修行 修正 错误的行为 一般讲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 从四项上 改正 我做错了 思想上改正 第二种 从道理上改正 第三种 从心理上改正 心是根本 从心理上改过来 就叫做 从根本 改心 心要是真的改过来了 你这个心呢 跟佛菩萨的心 心灵心 心就通了 通了啊 就是我们常讲 你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没有障碍了 通了 佛的智慧 可以加持你 你开智慧了 佛的德能 加持你 你的善巧方病 佛的向好 加持你 你的体质改变了 健康长寿啊 本来身体有病的 病就没有了 佛菩萨向好 加持你啊 佛菩萨很愿意加持你啊 时时刻刻想加持你啊 为什么加不上呢 你有障碍 你不通啊 你的心跟佛心不一样啊 那佛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经论上说的太多 多了 我们反而不好学 我们集合金论 抓住纲领 佛的心真诚 我自己日常生活 工作待人皆无 我的心是不是真诚 我有没有欺骗自己 从这里改啊 从心上改啊 我的心 情不清不清静 平不平等 觉不觉悟 慈不慈悲 常常反过来问自己 天天改过 天天自信 果然做到 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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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 平等 真觉 慈悲 通了 跟佛就通了 佛这三种加持 我们就得到了 一智慧开了 善瞧方便 有了 向好 也有了 随其心形 不让你苦 我们才能真的 这个心形 是众生的心形 恒瞬众生 随喜功德 才能给一切众生 献起将来 最丰饶的利益 主要晓得 最丰饶的利益 不是叫你升官发财 不是这个 是叫你真正觉悟了 帮助一切众生 破离开我 历苦得落 这才是真正的 丰饶 菩萨们 他们做到了 如果我们自己 这种利益得不到 怎么能够帮助别人 红发立身 用什么心 明文立养心 讲经受罚 尤其现在这个光碟落相 达自己的知名度 这就录在明上 好明 明后土 接着 就供养 红发立身 还要搞明文立养 存这样的心 这样的行为 那是什么呢 不但欺骗自己 上 欺骗 佛菩萨 下 欺骗 一切 善良的 行动 现在 果然 你能够得到 一点 明文立 果报 不可思议 果报在 阿比地狱 果报 现前的时候 你后悔莫及 你才知道 得不偿失 你所得到的 你能享受纪念 你死的时候 一样都得不去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你一身照着这个我夜 纵然讲经讲得不错 你的心是明文立 你的果报 还是在阿比地狱 这个叫自欺欺人 欺骗 诸佛菩萨 经文里头 每一句 都有一个海 海是形容广大 众生无边 所以用海来形容 第四句 深入一切众生 心海 畜生无碍 胜利之国 秦一句 就讲我们 你要做众生 要接触 广大的众生 不分国土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 贫富贵 贵 质欲不消 统统一律平等看待 一律平等的帮助 随到他的根性 满足他的愿望 都叫他贵 这一句是将众生信 出身无碍 舍利之国 舍利前面跟主 介绍过 此地不再多说了 是这种 究竟圆满的能力 这些能力 是从智慧生的 真实智慧生的 所以称为舍利之人 如来古地上 这种 射中特殊的能力 是无由边际 所以称无碍 舍利之国 注意要记住 厚厚生日浅浅 第一句 这是最前的 清净 如果清净心 不能献钱 后面全都没有 我们学佛 特别是学 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 唯一的修学目标 心尽在佛途径 我们主修的是清净心的 这一桩事情 总得要非常清楚 非常明了 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 不射清净心 这就是我们真的在用功 真的在半道 如果我们的新净心射掉了 那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 要赶快回头 这一句 深入一切众生心海 一切众生的心 非常复杂 菩萨小的 现在我们 也能够略知 大概不能像佛那么清楚 那么明了 我们也能体会到一些 从什么地方去体会 会修行的人 从自己齐心灯 孟夫子所讲的 饭求独己 回过头来 从自己这边 去发现 观察自己的心情 到底是真还是血 是善 还是我 是是还是非 从什么地方观察着 从齐心灯 真用功 所以诸位同修 一定要想得 我们每天读经 念佛 这是初级的修行法 小学 叫小朋友 故事后 六七岁上学了 儿童天分好的 四五岁 家长 家里父母 兄长 就教他了 教他设字 认字 教他 念地之规 教他 念三字经 从小就学 少臣若天性 习惯 臣自然 自自然然 影响他一生 他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不会违背 这个范围 深险的教会 我们这一生 可惜 没有这个缘分 没有遇到 没人教我们 佛教 入门 现在人家 也不讲了 也很少人知道 古时候学佛 入门 五年学界 这个意思 这个戒 不是戒 老师的交接 你跟哪一个 法师出家 没有关系 跟哪一个 法师受戒 也没关系 给你提度的 这个法师 给你受戒 这个法师 在言语常讲 师父临近门 修行 在过人 他是介绍你 入门 这个有恩 恩并不是很大 很深 深恩 大恩 是什么人 教导你这个 法师 这个和尚 我们称为 亲教师 这个人 这个人对我们的恩 得大了 为什么呢 我们的法师 会命 得资于他 这个人对我们 大恩 大德了 我们促学佛 跟他学 接受他的 调教 时间多久呢 一般是 雾年 现在 这个语言 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 在家 小时候 没有受过 圣贤的 基础 教诲 出家 没有 清净过 真善知识 接受 出家 初学的教育 那呢 我这一生 算是 很幸运 在家 还占到一点 私塾的边缘 我这个年龄 以后 私塾就没有了 我小时候 八九岁的时候 还念过 几个月的私塾 那是 圣贤的教诲 确确实实 影响了 一生 学佛 我的语言 也非常好 真的遇到 善知识 接受 善知识 的 调教 我知道 古时候 物理 学界 我懂得 这个话的意思 物理 是最短的 期限 但有成就 才能出师 这个出师 才能离开老师 没有成就 不能离开老师 离开老师 一定出乱子 这就像走路一样 我们不认识路 到一个申诉地方 老师是带路的 我们要不跟着他走 决定迷失方向 决定迷失道路 以严重地迷失 找不到老师 找不到同伴 回不了家了 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 到什么时候 才能离开老师 自己有能力 失路 我认识路 不会再迷路了 这个时候可以离开老师 上上个人 聪明立根了 五年行 五年时间够 中下根性的人 五年不行 但是 现代的人 很口悲 五年的耐心 都没有 敬一切 结住世间 贪慕容易 这个真是大慈悲心 激发我们 金进不血 我学道不是为自己 是为众生 为自己偷个懒 为自己堕落山途 无所谓 无量无边的苦众生 需要人帮助他 我自己不成就 我拿什么帮助别人 修行为众生修理 正国为众生正理 一切为众生 没有为自己 这不精进行吗 不努力行吗 什么人在鞭策 我们许许多多苦难众生 众生越苦 我们越要精进 越不敢懈怠 我们从自己的心 就看重身心了 我们有信 能接受到 圣贤教会 许许多多人 不信 没有机会 接触到 圣贤的教导 这一生当中 都被烦恼 卧习 所让 迷失了本性 迷失了本善 三字经上 人之初 信本善 本性就是本善 迷失了 越迷越深 没人带路 走错路了 回不了家了 回不了家了 本性本善 就是回家了 回不了家了 这才可悲 造作无量无边的物业 堕落在山土 我们从一切众生 种种不幸的物行 我们决定不能够责怪他 佛在无量寿经上 讲得好 心人无知 不赦道德 无有余者 属怪也 所以我们对 云云中生造作我 也要生怜悯心 要生同情心 不可以生惩悔心 不可以责怪他们 他们很可怜 他们很不幸 我们要以智慧 慈悲去帮助他 所以才出生 无碍舍利之骨 无碍的实力之 是自信的 薄弱智慧 是自信的良德良能 但是要有缘 才能把它引发出来 众生心是缘 这正是所谓的 私自道货 教学相长 所以我们要想开 圆满智慧 圆满的智慧 是根本智跟厚德智 根本智跟厚德智 都不能离开圆 圆是什么呢 圆是众生 圆是境界 善云 我远 瞬间 逆境 这样 我们才能 成就 究竟圆满智慧 离开了 静云 你的智慧 从哪里来 自信本居 本居 起不来 所以 佛法从原生 普贤菩萨声音 也教给我们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很顺 就是随缘 随缘里面 是有清净性 是有平等性 这就是 根本智 修正确性 那是厚德智 慈悲性是动力 推动着你 我们不是为明力在推动 世间人造作种种业 什么力量推动他 明力 他拼命在工作 为什么 为赚钱 如果没有钱 他就不干了 他还会拼命就工作吗 还会日夜不间断吗 决定不干 所以是明力在推动他 佛菩萨修行人 明文立扬 统统 学习了 放下了 什么东西来推动 慈悲心推动 黎明一切苦难众生 发这个心 没有条件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历苦得乐 这个力量在推动 这大慈悲心推动 推动他 勇猛 精进 引发自性里面的智慧 的能 佛菩萨 智慧 无量无别 佛菩萨的能力 神通广大 不可思议 神通广大 在佛法里面的名词 善巧方便 教化众生 方法非常巧妙 这些方法 决定力 这个令众生 破米开物 利苦得乐 这个巧妙的方法 就叫善 他不是我 母 也有方便 他那个巧方便 我巧方便 他是不善的巧方便 所以 那么多人 被诱惑 那么多人 被他欺骗 上他当 摩 也有智慧 也有巧方便 摩的智慧 是视之变从 不是真智慧 他不利益 烦恼 他的心不清净 不平等 所以摩 所以摩的巧方便 不善巧方便 那个力量很可怕 很大 甚至于 佛遇到他 佛遇到他 也要退避 三分 他的力量太强了 是 是 茫茫 众生 都听摩的 不听佛的 这些被迷惑颠倒的众生 他把摩的巧方便 误以为真 那为什么呢 信他人太多了 他心里有个妄想 这么多人都信他的 那当然是真的 你佛说好 几个人信你的 没人相信 这个时候 佛也没法子拉 佛不度无缘之人 佛要等待机缘成熟 等到摩 拜了 摩的那个真相露出来了 大家才知道上当了 这个时候想学佛 佛才兴起 佛会等待十几英语 那就是善巧方便 所以智慧的能力 无碍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让你寻找我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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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